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老师 大家好 政治评论家杨时秋 大家平安喜乐 要请到居士专家施小为 大家好 以及社会观察家给美昂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我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川普说了什么 如果川普真的赢了 那所有的民调都供估了 不只所有的民调都供估了 几乎所有的名嘴也供估了 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 这一排是施准派 这一排是精准派 特别是小平 你要不要先道歉一下 先道歉再发言 不过我觉得沈富雄也要道歉 沈富雄到选前 最后的预测是 拜登拿下348票 比上川普的190票 他道歉我就道歉 你道歉你的 是啦 我觉得 你预测拜登大赢啊 对 我们被民调害了嘛 我民调都说 连摇摆都抽杀10几八 我们是台湾人又不是美国人 干嘛这么大声 小声一点 重点是民调为什么不准 因为你也预测失准 民调为什么那么不准 觉得已经离谱到几点 有了几个说法很简单 第一个 因为2.5亿的公民 1068通太少 从以上 第二呢 这一次 可以拿1984年赵召康 黄大舟跟陈水扁 来比拟这一次的拜登跟川普 怎么说 我跟你讲 60%白人对不对 40%就非白人 美国的公民 那是那次台北市长的选举 70%本省级 30%外省级 然后外省级还是少嘛 那现在非白人还是多嘛 40 60嘛 然后赵召康是不是 为了要压低黄大舟的票 然后整个所有都 就外省人集体上街 激起了支持本省人的危机感 30%让70%怕了 所以才有气黄保存 这一次也一样 我再补一句 就这一次 60% 你还是不道歉 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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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不准 强辩嘛 我不是强辩 我讲说现象 先道歉 我再讲现象 那这次白人都不回答民调 所以叫沉默的川粉 害羞的川粉 害羞的川粉 对 是这样 好 我们等会来仔细讨论一下 为什么民调会大大失准 那明明目前开出来的选举人票是 213对238 为什么大家都说川普赢了 川普也说自己赢了 川普还自己算了 他说他有290票 请石秋报我们来算一下票 为什么此时此刻几乎就可以笃定 川普入主白宫 第一个你跟川普选举 你就准备输掉 他是选赢他也会赢 他选输他也会输 但是我怕事先客观的来算一下票 因为现在摇摆州的情况 其实民调我还是要说 他基本上是准的 上一次希拉蕊民调赢5% 可是他的选票是赢2.1% 他是赢289万张选票 就是普选来讲 他是赢289万 这是美国历史上 四位少数总统赢得最多的 这一次到目前为止 川普还是在普选票输 这个大家比较承认 但是关键是在摇摆州 关键在摇摆州里面 我们要让观众朋友知道 为什么目前的选举人票 川普明显落后 但是其实如果你把 还没有计算入的摇摆州选举人票 现在已经开出去的情况 开出来的情况算进去的话 其实川普是赢的 其实川普会赢的原因 各位看几个州 好 我们来看几个州 一个是德州 当然那个不用讲 基本上是共和党的 其实不算摇摆 不算摇摆 他共和党 大概都传统的 佛州来讲的话 但是德州这部分的票 现在还没算进去 基本上跑不掉 所以他算进去之后 川普是认为他会赢这个责 所以川普自己算进去了 但是我们现在画面上 观众朋友所看到的 二一三票 还没有算进德州的票 好 来 德州是美国第二大票仓 他在38张选举人票 德州三十八 德州三十八 佛州有二十九票 佛州二十九张 但是基本上来讲 上次佛州他也是赢 真正精彩的 应该是另外几个摇摆州 你看到摇摆州 你会心惊胆跳 大概就知道拜登赢不了 我们几个像 欧哈欧 他十八张选举人票 上次输的不多 上次输的不多 这次目前为止惨败 更精彩的是 上次最精彩的 差距最小的是 这一次郭台宁亲自去拉票的 威斯康辛州 另外一个旁边的 米歇根州 还有一个巴斯尔维尼亚 这三个州加起来 只赢了七万六千票 三个州加起来 可是他拿了多少票 拿了四十六张选举人票 这是上一次 在剑桥分析里面 认为他们帮川普 打大胜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威斯康辛州 和冰州 还有就是米歇根州 这三个州 四十六张 他只赢多少票 不到十万张检票 可是加州 输多少票 输四百万张 也不够五十五张 所以后来 阿关你知道 最后就是靠这三个州赢的 因为上次川普赢了 七十张左右的选举人票 如果这十张 十六张加二十张的 三个摇摆州 米歇根 还有 还有威斯康辛 这三个州是十六张 倒过来的话 是川普倒出十几张 所以这一次 这三个州 目前为止 川普都是赢的比例比上次更大 上次是 一个是一万票多 一个是两万多票 一个是四万多票 所以Cambridge 他后来 在川普的选举的政治公报里面 他给了 剑桥分析多少钱你知道吗 六百万美金 六百万美金 剑桥分析就很清楚知道 你不可能赢得选举 所以 剑桥分析很厉害 这次他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 他把选民分成三十二种 总共三十二种 这三十二种里面 不可能投我的 我不要了 加州放弃 纽约州放弃 可是他在所谓的铁锈州 过去各位知道 铁锈带 所有的铁锈州 基本上有一个前提 工人一定支持谁 对 民主党嘛 共和党代表财团 当然还是有一些还没开出来 对 但是为什么上一次铁锈带州 像威斯康辛州也好 Michigan也好 或是宾州或Ohio 川普能够赢 因为川普非常成功地告诉大家 你们之所以失业 你们过去支持民主党 结果民主党让大量的移民进来 所以你们没有工作了 民主党对中国软弱了 所以中国把你们的工作给抢走了 所以过去是工人坚定不移的是支持民主党 财团是支持共和党 可是剑桥分析 为什么可以拿到川普六百万的政治现金就是 他发现有一群传统的民主党党员 在新的类型里面他会倒 所以他们最后整个压表在几个摇摆州 所以选票我输了两百九十万张 一样选举人票不是赢十张 不是赢二十张 小布希当时只赢了十三张选举人票 他这他上一届赢了七十几张选举人票 所以这三个摇摆州各位可以看 他赢的票数的比例远远比上次多 所以他他不是今天宣布当选 西烟恩做的跑马灯跑出来了 西烟跑出来了 他是怎么说 川普要在今天开胜利的party 邀请了人数四百多个人 大概都不戴口罩 昨天还没开票 川普就已经提权要开所谓的party了 所以我觉得你跟川普这种对手选的时候 基本上永远记得华尔街讲过一句话 华尔街说跟川普谈判的话 假裁用个很好的比喻 阿贯你知道吗 他你桌上摆一个蛋糕 每一个人都会想 这个蛋糕我要怎么样从一半里面拿更多 是 他川普会做个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会先到谈判会场 把蛋糕移到他面前再跟你谈判 这个时候你已经不会想拿一半了 因为整个蛋糕就摆在川普的面前 所以华尔街跟川普打交道就是说 跟这一个人谈判也好 永远记得他不按牌理出来 最后我提醒大家一个事实 赌过脖的人都知道 每个人都会输 只有开赌场的会赢 川普就是开赌场的 他的弟弟就是目前在大西洋城 有个叫川普Castle的老板 所以开赌场的永远不会输 所以跟川普选你也很难赢 好 这一次川普能够连任成功的 关键仍然是在摇摆 就我们都会再来谈谈 宾州是重中之重 但到目前为止 拜登仍然没有认为他输了 我来说你今天 我们相信我们在赌场赌场赌场 我们知道我们在赌场赌场赌场 我们知道因为 因为这个早上的早上的选择 和这个 mail-in选择 那是会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必须要是稳定 直到我们的努力 的财势是结束 然后每个人的选择 每个人的选择 从在刚刚稍早拜登的说法 拜登认为邮寄选票 这一部分还没有计算入的票 有可能让他翻盘 真的有这个机会吗 我们等会再来做讨论 不过川普自己算了票了 虽然我们现在画面上 郭仁彭你所看到的 川普的票是213票 而拜登是238 但最主要的关键仍然是 摇摆州 已经开出的票 川普已经领先了 这部分的选举人票 还没有被计算入 因为他还没有完全 百分之百开完 但是其实很多已经大势敌地 所以川普自己说了 他说我算过了 我的票是290票 川普怎么算的 其实这边的计算就是从 我们他去比较 跟上次跟希拉蕊选举的时候 川普他上次拿到 306张选举人票 那希拉蕊就拿剩下的嘛 所以说这比较就是说 川普在这一次针对民主党 他有没有偷拿民主党某些的票数 他有没有失去某些票数 从306加减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算 如果说我们看上次希拉蕊 希拉蕊当然上次 那个Colorado New Mexico 然后在整个太平洋这个地方都拿到 Nevada那个时候也是他的 另外如果说在东岸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上次来说的话 那个当然这边东北角加纽约 加纽约西 然后加Maryland Virginia 这边都是希拉蕊的 就上次这个样子 然后在那个 那个时候Wisconsin 我记得一开始Wisconsin 好像是希拉蕊 后来变成川普的 然后在Minnesota绝对是希拉蕊 所以说如果说你看这一次 为什么大家再讲到说那个差别 其实差别就在于说 上次川普拿到Arizona 但是这次Arizona是不是 是不是要丢给那个拜登 因为Arizona现在宣称是拜登他占优势 这是第一点 所以那个Arizona那个地方可能要扣掉 但是另外一方面 好 那在这里面 那个包括Pansylvania Ohio那个Indiana 然后Wisconsin还有Michigan 这里面呢 他是不是都保住了 所以说我们看就看 306把他往后扣 例如说扣掉Arizona那边 可能11票左右 但是要加上这边 对 加上这个地方 然后其实弄到后来 就是说如果说川普 他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掉 那大概就是那个绝对会赢 没有问题 而且是在290票以上 但如果说川普 他还有可能再往下掉 就看他可以掉多少 例如说Arizona没有了 好 306扣个11票 我们就把306减掉276 有36票 川普他可以丢掉 丢掉他表示他可以丢到哪些州呢 好 如果说他是有36票可以丢 Arizona11票拿走了 Pansylvania20票拿掉也没有关系 假如他有剩下其他他还是可以赢 那如果说是像那个Michigan 还有那个Wisconsin这个地方 假设他拿Pansylvania 但这两个地方呢 他们加起来大概也是在30票左右 如果说是那个川普 他在那边输掉的话 但输掉的话还是有可能会赢 所以说基本上他的算法大概是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整个过程 其实真正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因为拜登他宣称 他在所谓的这个邮寄的选票上面 他可以有优势 对不对 那现在就要看邮寄选票的话 你现在的那个截止的 就还可以算票的期限是什么 因为那个邮寄的选票 虽然大家讲是说 是这个邮寄选票可能最后算或最先算 因为每个州他状况都不一样 有的州他是说邮寄选票 反正寄到我的截止间就是今天 那我就今天就一起就把它开出来 但是有些是不是可以算到11月6号 对 有的可以算到11月6号 甚至例如说像Iowa 它可以搞到什么11月9号 那那个Minnesota 现在民主党的搞到11月10号 反正民主党就给他 没有关系11月10号 再次我们算一下就给他 California到10月20号 Who cares 对川普来讲 反正加州就不是他 本来就不是他的 那现在关键其实在于说 第一个Nor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实际上是有点危险 怎么说呢 川普在这个地方 他对于拜登的领先 大概是一点多% 那虽然说开出来 大概有那个90几了 可是这一点多%实际上 如果说那个 因为North Carolina就北卡 他的可以收到的这个邮寄票 那个开始计票期限 一直到11月6号 所以说到时候 如果说11月3号之后 再进来的这些 他之前已经投了 但是陆陆续收到的 再把它算的时候 这一点多%会不会翻盘 这就是大家在看的一个部分 North Carolina他有几张选举人票 他有15张 15张 所以说这是一个大的 要去注意的 那那Georgia实际上 当然现在来讲 原来川普是零年比较多 现在好像拜登会追上来 但关键是Georgia 今天他就会开票完毕 因为他就到11月3号 小智亚今天就会知道结果 对 他就是11月3号 所以说如果今天11月3号 确定是川普的 就不会再有任何悬念 因为他就到11月3号为止 那另外一个是那个Pansylvania Pansylvania这个地方 他会到11月6号 所以说会不会翻盘 大家在看其实就是那个Pansylvania 还有North Carolina这两个州 但关键是Pansylvania这边 川普他对于拜登的领先 我们看到那个上面是有大概 起码8%到10%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差距 所以说这些 你就到最后的封关民调 他领先的8% 不是不是 现在是开票出来的 开票出来的 已经开票出来的比例 他已经领先了 领先到这么大的比例了 然后你要把那个 你要期待你的邮寄的票 能够这么多 大家觉得说 尚一福说现在2比1 要开出来要2比1 现在有更新的数字吗 2比1 现在已经2比1了 不是不是 我说邮寄的票要开出来3张 拜登要拿2 川普拿 拜登才有可能翻 要2比1 邮寄200多万张 可是现在拜登输70万 70几万票 所以开出来的票要2比1 2比1 超过一倍 都是拜登的票 才有机会翻到宾州 所以说 感觉这宾州有点困难 但是宾州有一个 遗失选票的争议 会不会那30万张遗失选票 30万张是川普在告人家 因为他觉得说 你把我的支持者的票 把它给弄掉 其实那遗失都是拜登的票多好 可以这样讲 川普 到底遗失的票是谁的票 现在也没人说的 邮寄当然是拜登多嘛 邮寄 川普的说法就是 反正你那个邮寄投票就是有问题 我就管你谁的票 我当然说我的票一定说你有问题 但是我跟你讲 反正 谁的票不重要 邮寄票现在已经消失了 川普说是他的 拜登说是他的 那就别人会这样 邮寄票如果说是都觉得有问题的话 干脆不计 不计那对谁有利 就是川普有利 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川普说停止计票 也就是说很多邮寄选票不算 可以吗 在法律上可以吗 没有 他们在各州里面 实际上都已经有个规定 有各州他自己可以决定说 我最晚可以收到什么时候 但关键是在于说 川普 我不晓得川普他的那个攻击 在哪些部分是他的具体的内容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像今年已经选完了 如果说是有的人 他在那邮寄的选票 他实际上是在今天开完之后 他再投票 用邮寄的投票方式去投他的邮寄票 例如说那个11月10号他才会开出 那个还会继续收到这个邮寄选票 他就今天他在投 看到结果说 觉得这样不行 我这之后你要输掉 我赶快把它投进去 然后再把它寄过去 这个会不会再算进去 这就会是个问题 所以有非常多的争议 但我们来看到昨天晚上 他们两个人还在隔空互抢 我们一定做的 然后要仍 foll Gazprom De那边 再受到以前 我们今天 至於我们会有时发生的 再次一回 因为香港 那是最终的 那会比ホスト 会比rada 未来 人 你说 因为 是最终的 保持 它时间 五姓名 雙方隔空開火 你對周小平意見很大 沒有 你自己也壓錯 好了 我們先來談賭盤 其實這一次 台灣的賭客之神轉 GAMMY曾經到我們節目說 台灣的賭客幾乎一面倒 全部壓川普 跟國際賭客不一樣 其實國際的賭盤是大部分壓拜登 雖然到最後一週出現逆轉 最後一週大部分的賭客是壓川普 但是如果整體來看 賭客還是壓拜登的比較多 但台灣可能是因為有感情因素 所以台灣幾乎是一面倒壓川普 好 那台灣的賭客 這次不簡單 走後是不是又要跑路了 你說主頭會不會跑路 主頭是不太會去跑路 但是今天開票的時候 其實在昨天 有很多主頭 應該會接到很多 應該是賭客打電話給他們的電話 甚至還有一些大哥 打電話去幫一些賭客 幫他們去喬一些事情 那是因為什麼呢 有一些賭客有沒有 他們就會突然覺得說 他想要把錢收回來 因為他覺得說 好像越想越不對 因為到處的聲音都告訴他們說 好像你要不要去 因為有一些賭客下得滿大的 因為這一次下的 你只要下大額的 下100萬以上的 基本上你都要付一個斡旋金50萬 就是付一半的錢放在昨天那裡 為什麼因為昨天怕說你會跑掉 對 所以有一些有沒有 下大額的 因為你下100萬 你要先付50萬的保證金 後期連100萬這麼大額都不收 那應該是 我講的都是很早就下了 對 這個可能是在兩三個禮拜 其實都已經把錢放在昨天那邊 那因為這些賭客下川普的時候 川普的民調是遠遠落後拜登的 所以昨天還要說阿伯 如果是開出來川普輸 你的早就不付錢嗎 所以至少要先付一半對不對 對 因為主頭會怕說 主頭是不太會去跑 因為主頭他們有一個團隊 所以他們的財力最好 怕都是怕說你這些賭客 反而比較會容易跑 因為什麼 因為這是賭博罪 你今天你輸錢 你送不出來 你搞不好你去報警 或者你又去匿名申報 對不對 所以他們必須要先 降低他們的風險 要先收你一半的訂金 那已經付訂了這些賭客 到昨天晚上為什麼要去把電話給主頭 為什麼他們會拜託一些大哥 我們打電話給這些主頭 那是因為什麼 他們想要把錢收回來 他們要改變心意 對 他們會覺得說 嚇川普好像感覺越來越不穩 因為很多人告訴 就很多的聲音都會覺得說 這一次有沒有 有的好像到最後變成 就是開票了之前變成PK盤 那因為有的人嚇到讓20票的 就是川普讓拜登選舉人票 讓到20票 最多有讓到25票的 他們會覺得說 川普可能會贏是沒有錯 但是可能就是像他們在講 下球的一句專業的俗語 會贏給輸錢 就是什麼 川普可能會贏沒錯 可是他贏不到金 他可能會贏10幾票 對 但是他不會贏那麼多 對 所以他們拜託大哥 去跟主頭喬這些事情幹嘛 他們跟他講說 因為主頭不可能 他覺得說我錢已經收了 我不可能說 你叫誰來講 我也不可能說 把錢全部都退給你 對不對 所以他們跟大哥在那邊喬說 他說大哥 沒有一些 一些 一些人 我可以讓你借過沒關係 就是比較小金額的 那他 大哥就跟他說 那要怎麼樣借過 他說你錢不要退 我也很難交代 就變成有一個 就有一個案例 他就是下100萬 50萬放在周阿桃那邊 這個大哥就跟他講說 不然這樣 就像電影的情節一樣 投降數一半 投降數一半 真的 投降數一半 但是他是下100萬 不是說輸50 是放50萬 已經放50萬在周阿桃那邊了 25萬就退給大 叫年輕人來拿 25萬就真的退給他 就定金輸一半 對 但是這個有沒有 這個有時候真的 以再下球來講的話 這個是會有這樣子的情形發生 為什麼 因為很多有沒有 都會贏球輸錢 就像你在打棒球一樣 有的可能陽機讓紅話 讓一分輸 可是他剛好就贏一分 所以就變成一輸 對 或者一分平 所以主頭願意 把一半的錢有沒有 退給大哥 讓他拿回去 我搞懂了 我本來以為 台灣賭客都下川普 這一次應該會賺很大 但問題是 左阿桃很乾的 他開的盤是川普要讓分 而且他給你開的一般般的 所以他讓票 讓多少票一般 正常來講的話 都是讓10到15票 好 所以川普要贏10到15票 賭客才能夠贏到錢 所以 不見得川普贏 賭客就會贏到錢 聽說你們有朋友下賭盤嗎 有啊 怎麼樣 現在是怎麼樣 不敢說 你說他輸錢嗎 因為他下拜登就肯定輸了嘛 下川普都不一定贏到錢 下拜登就肯定輸了嘛 是 他下多少 一定要這樣嗎 一定要這樣問嗎 朋友隱私一定要這麼問 不是 大家對金額很有樂趣好不好 好 但賀明一句說 今天傳出有可能 走到逃會火拼為什麼 其實應該也不是說火拼 接下來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沒給它存在 為什麼 因為北部的主頭有沒有 跟南部海線的主頭 他們不一樣 因為大家觀點看得不一樣 也許我挺藍 你挺綠 所以大家會各有所值 那這一次我知道說 北部的主頭有沒有 他們因為收了很多的單 那但是因為南部的主頭 他開出來有沒有 就是開川普浪 所以也很多主頭 跟客人錢收一收以後有沒有 他幹嘛呢 他就爬去南部的主頭 可是今天票一開出來 哇 不得了 拜登好像是一直遙遙領先嘛 對不對 而且到了剛剛 但是拜登不會贏啊 但是不知道 但是目前看起來 是因為後來川普 他說會自行當選嘛 可是在自行當選之前有沒有 左下桃跟左下桃 像他們有互聯絡 就是有電話聯絡幹嘛呢 他們發現說 為什麼南部的主頭有沒有 他們明知道說 好像國際盤就是 拜登比較佔優勢嘛 那他們為什麼要把川普 開川普浪呢 那好像有點 在誤導賭客的那個方向 就譬如說我今天知道說 楊基跟菁英 楊基就是比較強 可是我今天偏偏給你開菁英來浪球 所以我要誤導你們來下菁英 所以左下桃跟左下桃 就會有一些賣給他 所以他們變成說今天幹嘛呢 沒關係 這名字開了就知道 因為很多搖擺州的選票 還沒有算進去 但是 應該是川普贏了 但是他們就是 但是最怕的就是什麼 就是剛剛還講的 就是都會怕贏球輸錢 就是贏不夠金 不夠金 來石秋 川普最可愛的地方 他是個真小人 他做壞事提前跟你講的 現在他已經說 郵寄投票不算 你知道半年前 川普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把郵政總局局長換了 這個郵政總局局長換成共和黨的黨功 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大幅消減郵局的加班費 第二件事情 很多自動分票中心 因為人力不夠 消減 九月份的時候 美國的國會由 民主黨所控制的眾議院 邀請他去做聽證 就質疑他 你們為什麼在這麼重要的選舉 這麼多人要郵寄投票 你們第一個既然不發加班費 所以還採檢經費 要給他加預算 你知道川普做什麼事 只要你們這個預算通過 我又否決掉 也就是他擺明的告訴你 我知道我郵氣票會輸 所以我提前擺了我的黨功 在當郵政總局局長 然後再把所有的加班費 乃至於分票中心這些人做裁員 所以到時候今天川普 我出來的時候已經看了CNN 和Michael Bloomberg 開的那個 Bloomberg 電視台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說I will go to Spring Court 我會到最高法院去 就是說將來就要求最高法院 跟兩千年一樣 不要再計票了 一旦停止計票 那就提前結束了 因為最重要的幾個州裡面 目前贏的都是川普 要等所謂的郵寄選票 而這郵寄選票 因為川普在大力的三砍預算 還有他最重要的 共和黨的財務黨功 趟那個郵政總局局長 你說到時候最高法院 這兩千年是五比四 現在是六比三 如果說不要驗票 因為二零一六年 二零兩千年的時候 時代雜誌出了一個封面 在十一月叫unpresident 叫什麼意思 史無前例 字面上可以翻譯叫做沒有總統 說美國既然向中南美洲的香蕉共和國 選了一個月之後沒有總統 所以他們雜誌叫unpresident 最後最高法院說十一月八號投票 十一月十二月十四號 美國的選舉人根據憲法規定 在十二月十四號要去投票 所以才在三十五天之後的十二月十二號說 不要計票了 高爾你就輸了 所以那一次就造成了 人家說小布希不是美國選民選出來的 他是大法官會選出來的 這次可能以目前川普公開 它是可愛的地方就是 我讓郵政總局的預算先刪減 安排我的人 然後再說郵寄投票會作弊 另外今天剛才已經講了 我要求將來這個結果 由Spring Code最高法院決定 所以剛剛石秋談到的這些因素 顯然都對川普有利 那當然啊 不然他幹嘛搶著要任命那個 所以這次有很多 這次有很多的爭議票 Amy Barrett 包括什麼死人也去投票 或者是消失一些選票 恐怕都不足以影響大局了 我覺得消失選票 消失選票剛才除了那個三十幾萬張裡面 賓州 賓州 你其實 其實是少數案例 但是他到底是多數還是什麼 人家說是冰山一角 就發現 既然寄回來的 被認定為有效選票的 一個在2012年已經過世 一個在2016年已經過世了 都發生在紐約 一個在10的丹特島嘛 選舉委員會9月24號就收到 一位選民說他是民主黨的 他是民主黨的 然後說他要缺席投票 缺席投票你要把選票寄到我家來嘛 寄來了 對啊 10月6號 他們也收到選票了 認定有效 結果認定有效以後才發現 人家說不對啊 這個人已經死了 他說真的嗎 因為你要知道美國沒有戶籍 沒有什麼 不像我沒有戶籍怎麼樣 結果到最後是怎麼證明他死了 是拿2012年當地的報紙 他們家屬登的譜文給他們看 他說死了 怎麼還會有這個票 那另外一張就在布魯克林 他也是一樣 也是民主黨被要求說寄過來 我要缺席投票 結果證實他寄回來的時候 也是10月份寄回去也說有效 結果證實他2016年死 那我就覺得很好笑 第一個 紐約州再怎麼樣 民主黨需要作弊嗎 你記不記得川普說兩個州的去下地獄 一個就加州 一個就紐約 一個就是紐約 就是 川普去一百次 每天都蹲在那邊 那兩個州的選票都沒有用嘛 那民主黨要作弊嗎 這個案子我就覺得滿奇怪的 為什麼都是民主黨 民主黨必贏的地方要作弊嗎 阿官我補充一點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 朱利安尼在上一屆的選舉 2016 他在福視電視網就公開講 民主黨有作弊的傳統 而且不是做幾萬票 是上百萬票 2016年 朱利安尼 各位 你們就要覺得台灣真的很驕傲 你知道這個作票傳統 從哪裡開始嗎 最有名的作票是一九六零年的 甘乃迪擊派尼克森 高華德的回憶錄就是一九六四年 去當那個當任所謂的 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參選人 一九六零年的時候 是尼克森的競選總幹事 是Arizona的參議員 對台灣非常友善 勾挖的就講 當時尼克森會輸給甘乃迪 就是靠甘乃迪作票六十年前 當時脫口秀有一個很有名的笑話 他說 他們講 他有一個黑人小孩 有一天在街上哭 那個白人警察就問他說 你幹嘛哭呢 他說我爸爸十天前不見了 我媽媽說他上天堂了 他很好 上天堂很好 可是他昨天去投了甘乃迪一票 他卻來沒有回來看我 也就是說他走 他說 還是幽靈選票 對 這是一九六零年發生在甘乃迪 跟尼克森選舉 當時他講的地點是在Chicago 所以說自家跟一個黑人小孩 哭得提提的警察說 你幹嘛哭 他說我爸爸好久沒回來 為什麼他十天前 我媽說他去了天堂 那你很高興他去天堂 可是他去了天堂之後 昨天去投了甘乃迪一票 卻沒有回家來看我 先生 這樣我終於懂了 國民黨為什麼壓甘乃迪克森 錯了 甘乃迪已經贏了 然後去得罪美國 這2016年的時候 當時的朱利安尼在福斯電視網站 一個禮拜前就說 民主黨有做票的傳統 特別強調 不是做幾萬張 是做上百萬張 所以川普也會繼續走這個路線 將來如果所謂的郵寄投票 一定會做票 乾脆我就宣布當選 然後停止計票 所以川普99%當選了 好 來 賴老師 所以這一次會複製2000年的經驗嗎 這一次會拖 會亂 會動盪嗎 我覺得因為有2000年的經驗 反而這次比較不會 反而不會 對 因為2000年那個時候 的確是第一次 沒有人搞得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說到時候變 那時候就變成一個法官 基本上就是五比四 一個法官決定了2000年的 那個總統選舉的結果 但這一次我覺得那個 有關於到時候 會出現什麼樣的爭議 基本上就是在於說 川普他認為他現在贏定了 然後他當然那個贏的人 就盡量希望說 我不要再多票進來 對不對 不要再節外生枝 對對對 所以基本的想法在這邊 所以會想盡各種手段 要盡量讓這個票 不要再繼續再增加 再增加開票 所以會增加變數 那那個在這邊 他可能會利用各種手段 例如說他會發現說 可能郵寄選票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說郵寄選票 本身有什麼樣的弊端 因此通通都不要算了 像這個樣子 會不會用這種方式 我是不知道 但基本上我不覺得 這會造成什麼很大的動亂 因為如果開始在那個法 在這個法院那邊在打 或者如果說 一路打到最高法院的話 現在最高法院 好像共和黨 他是佔優勢的 6比3 對 6比3 所以我覺得那個 用這樣一個戰術 我現在不要講他對錯 但是用這種戰術 基本上來講 就是把這個可能在外面的工坊 現在進入到法院這裡面 因此我不認為說 會所謂出現什麼 大暴動 帶槍怎樣 等等這種事情 但是在法院這裡面 的確是 如果說是到時候 是三個法官 決定了這次選舉的結果 那到那個 大家會不會接受 那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是說 反正這另外一則故事 就變成 那現在美國的那個選舉 好像我投票不一定有用 有好的法官 比較對我有用 有可能會變這樣 這也就是為什麼 川普堅持一定要提名大法官 民進的氛圍不是這樣的 據說現在在白宮周圍 或者是在街道上 很多商家很緊張 都盯那個木板 然後他們就怕暴動 他們為什麼盯木板 不像我們那個波 他們很多櫥裝就有個玻璃 玻璃也不是什麼那種 台波那種厲害的強化玻璃 就一腳一踹玻璃就破去了 就破了 就宣布緊急狀態了 對 那我們都是有個鐵門下來 台灣的房子 它沒有鐵門的 美國房子都沒鐵門 所以隨時可以公路 那所以臨時 弄鐵門也弄不到 就盯木板 那非常的危險 而且在 為什麼大家怕 一百年前有個歷史的教訓 死了五十個人 你知道就黑人白人的褻鬥 那有一個黑人 叫做諾曼 那他去投票 他在那個 他在哪裡 在佛羅里達的叫奧科醫師 去投票 那投票 他都是合格選民 然後去投票 你看那個白人的那些管理員 刁染他 你沒有資格投 因為不然就拿出 種族歧視 對 身分證 然後不然說拿出繳稅單 投票還拿繳稅單 而且很多黑人都沒繳稅 對 找麻煩 那個人 那個人他後來 那就一窩圍上海 就要圍毆他 那他就怕 跑到一個諾里 他一個黑人的朋友家 諾里那個家 都是黑人長久在那邊聚集的 一群人在那邊喝酒聊天 結果後來呢 後來就不拉頭 黑人說怎麼可以這樣 欺負黑人衝出去 拿槍打死兩個白人 就追著黑人 那白人被打死還得了 然後又弄更多白人 三K黨幾百個出來 然後圍起來 開槍殺了 死了五十個人怎麼樣 嚴不嚴重 嚴重 死了五十個人 那幾乎等於是屠殺 對 三K黨 那這個地方叫奧科一世 長久 後來完了 死了五十個黑人以後 黑人不敢進那個城市 會被殺 所以黑白的那種族群是很嚴重的 那這一次叫什麼 叫什麼 菜羞的穿粉有沒有 就是白人 白人覺得說 你黑人有沒有 弄那個白宮外面是不是示威 說黑人的命也是命 然後那個LaBron那個 打籃球那個明星 都去聲援黑人 那激起了強大的白人的危機感 民調我不講話 然後我就去投 另外的民調 可能不准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十幾趴的搖擺週 現在目前還落後 為什麼 因為吃了蹭頭鐵兒心 三大電視網那些大的報紙 就是不要臉的作假民調 這也是第二種可能 所以你沒騙 所以你是被假民調所害 我是被三大電視網跟大報紙騙的 我們來看 想說2016年錯了總會修正一下 沒想到2020年又錯 為什麼民調一直犯錯 那我們來看 在美國總統大選的此時此刻 確實兩岸的氣氛是比較緊繃的 我們的參謀總長還到了橫山指揮所 在選後會陷入一個比較長的一個不確定性因素 那在這種不確定因素比較長的這段期間 可能中國會有這種不當的這種想法 會去利用他的這個軍事來威脅台灣 針對中共一再的破壞台海區域的安全穩定的現狀 我們再次表示譴責 不要引起台灣兩千三百萬同胞的反感 在美國總統大選的此時此刻 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共軍確實做了一些動作 包括中國竟然下令 原理家庭要做緊急物資儲備建議 為什麼要叫老百姓做緊急物資儲備呢 同時也公布了一些畫面 包括東部戰區公開了實彈演練的畫面 以及07527攻擊艦現身海南島的畫面 為什麼選在此時此刻刻意公布 那我們先來講實彈演練畫面 到底畫面裡頭告訴我們什麼 也有模擬就是包括機場那個奪取 然後還有飛彈的測試 像機場那個奪取的話 它其實當然這個是可攻可守 也就是說如果它要對外動物 這個時候它要去奪取人家這個機場 這個時候它要怎麼做 例如你看像它那個畫面 這個畫面其實是什麼來 是東部戰區像這個東海艦隊 它演練這種防禦 例如像剛剛你看它發射一連串那什麼 那個是反潛火箭 或者說叫反潛破機炮 那另外像剛剛是一個前艦的這個畫面 前艦你看 剛剛前面拿的前方鏡 這個是由他們的這個大陸的軍艦 發射反艦飛彈 因為大陸上面你看 它這個發射它應急系列 這個反艦飛彈 就是要防止對敵方的這個艦艇 發動一個攻擊 所以你看它飛彈發射出去以後 勝利擊中靶箭 然後像地面部隊你看 它也藉由像它架設這樣一個 反聚集槍 反物質槍 還有包含這個反戰車的火箭筒等等 另外它也展現這個機場奪取 你看像他們這個解放軍艦士兵 進到了這樣一個直升機以後 迅速的到達目標區以後 一點點量包含像神將 或者說直升機的這個機將 然後藉由直升機 快速部署的方式 能夠快速進行這個機場 這樣一個奪取 它有一個八三軍團 空中突擊旅 據說一個小時就可以渡海 渡台海 那也是建置台灣 那所有的畫面都是建置台灣 它現在像比如說 你剛剛講到那個八三集團軍的 空中突擊旅 結果我們剛剛看到的畫面 人員迅速登上直升機 然後這個旅本身 它所賦予的任務 就是要讓它在一個小時之內 能夠多過台海的 但是其實像你剛剛講到 零七五 零七五它這個船現在 本身還沒有服役 它船是做出來的 所以它這個船 倒也不是大陸主動試出畫面 你看 其實你看 大家看到這個照片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的絕對不是零七五那個船 你是看到前面那個妹 對不對 那個妹在那個遊艇的甲板上 那個很漂亮的是吧 你看那邊有個妹 然後那個擺得很撩人的這個姿態 但是遠方 鏡頭你看到後面 看到沒有 在雅龍灣 這個時候大陸零七五 兩棲攻擊艦 跑到雅龍灣去了 但是這艘船它現在本身還沒有服役 但是這個船未來會對我們的 的確會對我們 構成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兩棲攻擊艦 兩棲攻擊艦你看 第一它有全通的飛行甲板 而且你看它一口氣 已經造了兩艘了 第一艘現在在做 我們講到就是那個攻勢 什麼叫攻勢呢 另外就是解放軍的人 跟船場的人 進行一個聯合這個測試 因為它現在還沒有服役 但是你看它第二艘 已經接近要造完了 然後那它呢 現在跑到南海去 特別是跑到那個雅龍灣 主要我個人 還是認為就是說 它因為這是在服役前 要測試解放軍在各地的碼頭 還有港復設施 能不能夠跟零七五這個船 相互搭配 也就是說今天 這個船你要能夠 到了海南島 那當然到了海南島之後 未來它在南海 或者南中國海用兵的話 如果今天南中國海的島嶼 有任何一個島嶼 被其他國家奪去了 因為它一直認為 就是說現在美國 在南海的動作這麼大 是不是有可能會對 南海的大陸的這個島礁 進行一個這個奪取 這樣一個動作 那如果萬一被奪了 那這時候怎麼辦 大陸的解放軍 要把它奪回來嘛 所以這是他們才要買 075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075我們剛剛講到 未來會對台作戰 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 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船 它本身可以搭載直升機 可以搭載氣墊登陸艇 然後未來它甚至於在 對外作戰上來講 會跟他們的航空母艦 戰鬥群要搭配 為什麼 因為航空母艦 能夠提供空中的空優之所需 但是這樣的075的船 像現在我們看到 是直20的這個直升機 大陸他們現在未來 這個直20的這個中型運輸直升機 是他們的未來他們的直升機部分 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它可以搭載部隊去做機動的一個突擊 另外其實他們還計畫要跟俄羅斯 再買100多架米17運輸機 米17相對來說它的運載量 大概就是約略等於 一個排等級的這樣一個運輸量 因為它一架直升機 可以運輸20幾個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大概一個排可以搭載米17 或米171這樣一個直升機 進行垂直登陸突擊的話 那未來會大幅提升這樣 075它本身進行兩期 三期垂直登陸突擊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助力 所以這個時候075它還沒服役 但是未來服役 會對我們台灣的防務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好 但是我們回來談 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 川普如果成功入主白宮 現在看起來紀錄非常高 那選前很多國民黨說 你民進黨壓錯包了 慘了慘了 但現在民進黨壓對包了 所以我們要從國際關係來思考 民進黨壓對包對台灣 會產生什麼影響石秋 我們在1968年 我們壓了尼克森 1968年壓尼克森 當時美國民主黨推的是 副總統叫韓夫瑞 我們認為壓對包了 結果四年之內 他先訪問了中國大陸 簽了上海公報一個中國 從那裡開始 跟著在一九七一年 大家應該永遠不會忘記 我們被踢出聯合國 所以石秋醫師就算壓對包 也不代表人壓會對我們更好 永遠記得阿關 不管是民主黨當總統 還是共和黨當總統 他當的是美國總統 所以他一定把美國的利益 擺在第一優先 他一定把美國的利益擺在前面 他拿的薪水是美國人民的薪水 他拿的選票是美國人民的選票 所以記得一定是以國家利益 你永遠擺在最前面 所以千萬不要 誰當選對我們好 你不要相信這一個 尼克森就給我們答案 賴老師呢 民進黨沒有去壓寶 這個東西說得很清楚 口頭上沒有去壓寶 不是什麼口頭上 就是說現在是川普政府 所以你當然會跟川普政府去交往 但同時我們跟拜登的團隊 也有非常多的互動 要不然的話 例如說在蔡總統 他的就職的時候 拜登團隊那個時候 拜登可能那時候不好意思 他就直接請Tony Blanken 他直接來恭賀蔡總統 那我們把他刪掉 我們哪有刪掉 誰在給他刪掉 哪有什麼兩秒刪掉 根本沒這回事 第一個還有再講 華盛頓郵報那個報導 就非常非常有錯誤 因為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他在那邊 我給他90分鐘的採訪 結果他就用了四句話 完全去頭去尾 完全沒有任何脈絡 就把他結束很奇怪四句話出來 然後就好像是說 我在討厭這個拜登團隊的某些人 但實際上就是認為 我是其中受害者 但實際上就是因為 拜登在當時他民調那麼高 所以說我們當然會要去 很仔細地去研究 到底拜登團隊裡面 他對台政策 他對中政策 和川普政府之間 有什麼可能都不一樣 那所以說如果預備當 如果擔任總統的時候 我們和他之間的交往的重點 以及會有什麼樣 新的預銷去處理 那在這裡面 如果說和川普政府之間 例如說他在那個調性上面 有差別 或者是說他在某些部分 他的那個強度可能沒有川普高 那當然就會要去問說 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但是這位記者去頭去尾 然後完全去脈絡的 我相信不只我 我看到那裡面 他還把什麼李大維說是民進 那個民進黨黨員 這根本不是嘛 所以說在這裡面 就有很多很多的錯誤 那但是這位記者 去頭去尾 然後完全去脈絡的 我相信不只我 我看到那裡面 他還把什麼李大維說是民進 那個民進黨黨員 這根本不是嘛 所以說在這裡面 就有很多很多的錯誤 但回過頭來說 第一個 這個政府 民進黨政府 絕對沒有押寶 所以也沒有刪掉人家的影片嗎 有啦 不然怎麼會有 外交部還跟著說 我沒有去跟人家說明 沒有刪那幹嘛要 沒有 那個 本來的那個影片 已經那麼多的人 你本來就是會有些取捨 那這個取捨又不是講說 共和黨這些民進黨這些 那如果說要參議院 共和黨那些都是委員會的主席 然後民主黨他是個別的議員 你那邊要拿的是哪一個 這都是很明顯的事情 所以說這根本所謂的這個 跟黨派那個地方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不 台銀法美租 軍售這些人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 他愛川普 蔡英文 先當共和黨 人家未婚 你不要這樣講 對 而且把台灣當成工具 一個錐子 把刺蝟去鑽向那個 這個軟肋習近平 我應該這樣形容 因為大家聽得懂的話 在政治上 白話我們叫做 共和黨跟民進黨 算是 不是叫政治哪集 你農我農 太好了 這個我覺得不用 已經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可以 來…一萬一了我覺得 真的 我覺得是這樣 太好了是不是 不能用言語形容 怎麼越說越是 不能用言語形容就很麻煩 是… 好官 我補充一點 我們真的押錯過包 而且損失之慘重 台灣到長達三年幾乎沒有未來 1948年蔣介石去押 紐約州州長叫Thomas Dewey 他認為他穩當選 結果Harry Turman當選之後 第一件事情 1949年1月20號上任 1月21號蔣介石滾蛋 他上任就叫你滾蛋了 然後更狠的是 一路追殺蔣介石到台灣 蔣介石在1950年3月1號 在台灣復刑逝世 各位 我們常講第一島鏈 從來就沒有第一島鏈 拿掉台灣 尼克森 不是 當時你知道 Harry Turman 他的國務卿叫艾奇遜 蔣介石你逃到台灣來 我繼續追殺你 宣布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疫網 從東京經過沖繩到馬尼拉 已經夠狠了 再補充一句不包括台灣 對 就是把你踢出去了 所以後來才會有寒戰的爆發 才不得不麥卡瑟來 所以你押錯保的結果就是 1948年到1951 52年 我們長達將近四年的時間 跟美國的關係非常冷當 直到艾森豪上台之後 才簽了中美防疫條約 好 雖然賴老師說我們沒有押保 但是就算我們有押保 也還好我們押堆保了